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华四方联盟等等 因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微不足道 所以蒋军并没有把澳大利亚当回事 也没有针对澳大利亚猜取什么军事部署的行动 然而澳大利亚的右翼并没有因此而冷静下来 不理智的言行是愈演愈烈 最近澳大利亚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甚至扬言 应该从美国买几架B-2隐身霍纳机 这样的话澳大利亚就具备了对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 此人名叫罗宾拉尔德 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 曾经在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当个兵 退伍以后进了澳大利亚国会当助理 还在澳大利亚的国防部担任过高级职务 最近几个月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似乎忽然发现自己作为一支军事力量 并没有得到将军的很大的重视 这不但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也意味着自己对美国的价值不高 因此澳大利亚的政府叫嚣中国现在直接以军事打击 威胁澳大利亚 所以要加强远程打击能力 于是这位拉尔德就提出 澳大利亚必须考虑建立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了 那么是要自己开发 还是从其他的国家购买 具体买什么型号 为这效果怎么样呢 行吗 澳大利亚以前是装备过轰炸机的 二战以后澳大利亚还购买过美国研制的F111战斗轰炸机 参加过越南战争 曾经担任澳大利亚空军司令的杰夫布朗 就曾经是F111的飞行员 其实F111是一个很失败的型号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空军 这么大尺寸的超音速碰气式战斗轰炸机 已经算是正国神器了 布朗认为啊 未来的澳大利亚空军一定要拥有远程打击的力来作为战略威慑 最好的选择就是轰炸机 为什么不考虑弹头导弹或者巡航导弹呢 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造不出来也买不到 不过如此尴尬的事情 布朗等人是不会承认的 他说导弹的威慑作用不足 轰炸机就可以公开飞行到敏感区域 向对手表示威胁的意图 无论潜艇或者是陆基导弹 威慑效果都没有轰炸机那么好 布朗拉尔德这些人也不过是打打嘴炮而已 当今世界除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 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制造设计轰炸机了 而这三个国家也没有出口轰炸机的意思 换句话说买是买不到的 澳大利亚不过是在自说自话 自行研制轰炸机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为此一部分澳大利亚的国防部人士又有了异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要求拜登政府派遣两架B2 部署到澳大利亚北部 布朗特意指出澳大利亚在北部做了很多的军事基地的改造工作 可以接纳B2进驻 假如美国同意了B2进驻澳大利亚 这是有可能的 同盟吗 那B2会按照澳大利亚的政治军事需求而出动吗 这则打个问号 另外 没有B2的澳大利亚对中国够不成什么威胁 蒋生军就不会理你 不会把他当回事 澳大利亚可能还是安全的 但你一旦真的部署了B2 而且还准备威胁中国 那蒋生军一定会考虑 怎么摧毁这些飞机和基地 你澳大利亚这不是引火上升吗 很显然 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认真考虑澳大利亚政客的建议 其实在美国军队的内部 关于如何威慑中国 也是存在着巨大争议的 B2这种价格昂贵 维护保养很麻烦 实际作战效能 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的东西 到底还有多少的价值 美军心里也是没底的 否则也不会下大力 要研制下一代的轰炸机B21了 归根结底 澳大利亚军政高层 是为了能够在美国面前表功 在五眼联盟中 占有更高的政治地位 质疑这样的尊崇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的后果 他们似乎还没想清楚 节目就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盗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盗费